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到江苏徐州 一间幼儿园因为教小朋友们炒菜、蒸馒头等厨艺而爆红网络 这所幼儿园不仅教孩子们烹饪 还让他们动手养鸡鸭兔子,体验农家乐 如此丰富多彩的课程吸引了众多家长的关注 报名的家长甚至排到了后年呢 网友们纷纷表示羡慕 有的甚至调侃说,我读高中的女儿,你们收吗? 看来,这所幼儿园真的很受欢迎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纽约的一位男子 是如何对付连续偷走他超过100个快递包裹的小偷的 这位男子自制了一个狗屎包裹回敬小偷 没想到居然亲手将其拘捕了 这位男子的创意和勇气真是让人佩服 同时也提醒了我们,面对犯罪 有时候智慧和勇气同样重要 最后,我们来谈谈民国时期的一个奇闻秘史 在福建,有一位客人在赌场赢了20万 赌场为了辟邪,竟然做了一件非常荒唐的事 命令女和官除山 这件事情不仅让赌场的女和官差点集体辞职 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赌场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好了,今天的新闻概述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天才小厨师,江苏幼儿园教炒菜煮饭蒸馒头 报名排到后年 网友,我读高中的女儿,你们收吗? 星岛日报 在江苏徐州,近日一间幼儿园忽然爆红 从园长发布的影片中 幼童们熟练地煮饭,制作烙饼 甚至还能灌香肠,晒辣肉,卤猪头肉 做各种高难度菜色,动作熟练地不像个小孩 影片曝光后,引发众多网民追捧 该所幼儿园也被网民戏称为新者库幼儿园 园长表示,孩子们不仅会煮饭 还养了鸡鸭兔子,家长都特别支持 现在幼儿园的报名已经排到后年了 孩子们煮饭熟练 近几个月,江苏徐州徐海璐幼儿园备受追捧 在幼儿园园长发布的影片中 小朋友们身披围裙,手带袖套,头顶厨师帽 熟练掌握烧火,炒菜,烙饼,做点心等各项生活技能 稚嫩的脸庞和熟练的动作反差感十足 让不少成年人惊呼,小小年纪会的比我都多 有网友称,他们上幼儿园是来干活的吧 明明才几岁,熟练的却像是有十几年功龄 甚至有幼儿园老师表示 每天想用孩子们煮的饭菜都长胖了 报道指,该幼儿园目前拥有三百多名学生 课程设置十分丰富 除了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 孩子们可以在幼儿园内煮饭 才不逢衣,种地养花,饲养动物 学习多种多样的生活类课程 他们春天做鱼钱窝窝 妇女节包玫瑰包子,重阳节征重阳膏 过年十载鱼,晒腊肉,灌香肠,一年四季 徐海璐幼儿园都有不同的生活课程 幼率反对新者库冠以贬义 对于幼儿园被戏称为新者库幼儿园 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幼儿园日常开设的劳动课 目的是引导孩子少接触电子产品 多锻炼动手能力,生活能力 幼儿园工作人员反对网民冠以贬义称呼 据悉,新者库是清朝八旗之下一个奇人组织 新者库人皆从事建议苦拆 有很明显的等级色彩 目前,园长发布幼儿园日常的抖音账号 已收获近20万粉丝 不少人持续追看幼儿园小孩哥 小孩姐们的主饭日常 定制迷你灶台,举办开锅仪式 在去年中秋的一次蒸月饼活动中 园长观察到 孩子们对做饭特别感兴趣 于是决定在幼儿园的小院中搭建灶台 期待有趣的故事将在这里发生 据园长讲述 幼儿园的灶台都是专门根据孩子们的身高独家定制的 灶台完工后 园长还和老师们一起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开锅仪式 剪彩,放鞭炮,贴福字 该给孩子们的仪式感一个不缺 仪式过后 孩子们便在老师们的陪伴下有模有样地炒起了菜 报名火爆,排到后年 另外,幼儿园内还饲养了鸡、鸭、兔子等小动物 孩子们在校园内除了煮饭 还可以种菜、摘果、饲养动物 在幼儿园内就可以体验现实版的龟原田居 园长张丹表示 这种教育方式家长都特别支持 甚至还有人给幼儿园送柴火 另外,还有许多家长不远千里木铭来求学 最远有哈尔滨、内蒙古等地的家长 现在幼儿园的报名也十分火爆 已经排到后年了 每月学费800多元 看到徐海露幼儿园的课程如此丰富 有网民担忧起了收费 称一定很贵吧 说的价格让我死心 据园长本人表示 幼儿园所有开销加起来 一个月大概在876元人民币下同左右 且7年没有涨过价 还在有限的价格内 尽力给孩子们升级体验 网民强烈建议全国推广 该幼儿园的这些特色课程 让人耳目一新 不少网民羡慕 300多月的宝宝还收不收 我想让我高中的闺女上 你们幼儿园 让孩子做饭最合理 幼儿园四点放学 放学之后买菜做饭 爸妈六点下班正好吃饭 这就是小时候心心念念的过家家 要不说还是零零后享福 小时候爸妈做饭 长大了孩子做饭 强烈建议全国推广 纽约男子于100块地被盗 自制有味包裹回敬小偷 结局出乎意料 星岛日报 美国纽约皇后区一名居民 屡遭小偷光顾 先后于100个 派送到家门前的包裹被偷 他心有不甘 自制狗屎包裹回敬小偷 没料到竟与小偷碰个正着 最后亲手将其拘捕 据纽约邮报报道 35岁的梅西亚 卡罗斯·麦西亚 爱好收藏球鞋 意热爱网购 过去曾超过100次 放在门廊的名贵邮包 被偷走 痛失包括 价值1500美元 约11750党元的 加拿大额 Canada Goose外套 他因多次报告邮包失窃 还两次被Nike调查 以为他进行某种骗局 3月27日 梅西亚家工作期间 从大门前的闭路电视 亲眼目击小偷 走他价值250美元 约1960港元的Air Jordan球鞋 尽管他高叫贼人放下邮包 对方未有理会 更马上驾驶一辆本田汽车离开 梅西亚愤怒之下 想出用狗屎包裹回敬小偷 他将家中英国斗牛犬的粪便 以及渗满狗尿的尿垫和粗口字条 制成邮包 并贴上UPS标签 放到门外引小偷 到了3月30日 一名小偷上吊 梅西亚目击小偷上门 激动地拿着球棒出门捉贼 他成功将贼人制服 直到警方到场逮捕 梅西亚指一犯 未有看到他邮包中放了什么 梅西亚指出 皇后区邮包被盗情况严重 事发后 他仍看到涉事本田汽车 在区内出没 追踪快递公司的货车 似乎图谋不轨 成就中国湖美巨头 付出惨重代价 网络媒体 外媒指出 中国华为专题突破美国封锁 2023年 推出5G智慧型手机 正走向复兴之路 而成就这头中国湖最大推手 正是高通 但高通未来 却得不到来自华为 营运复苏的实质利益 因为华为正由旗下 海思半导体制造的芯片 持续取代高通 自从2021年初开始 华为的仓库 开始装满了高通的芯片 美国数据公司指出 高通或许拯救了 华为的智慧型手机业务 但不会有任何回报 甚至恐遭华为反降一军 由海思侵蚀高通 在中国的市占 导致客户流失 出货减少 恐出现数十亿美元的亏损 自2020年底 高通获得向中国华为 销售4G芯片的许可后 高通已对华为 出售了价值12亿美元的芯片 该芯片单价很高 这项业务对高通来说 利润相当丰厚 对于华为而言 这是消费事业的生命线 因为除了高通的芯片外 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因为高通对华为的许可技术 仅限于4G为华为争取了 开发本土5G的时间 机会 华为大力扶植自家的 IC设计公司海思 7709000S就是由海思设计 华为2023年营收 重回7000亿元人民币 专题大关 净利润达870亿元人民币 年增于2.4倍 对高通来说是个坏消息 高通在2023年11月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提交的文件中 显示并没有向华为销售 5G产品的许可证 因此 未来高通将不会从华为 获得实质产品收入 市场认为 最大的担忧 是华为从使用高通芯片的 其他智慧型手机品牌 供应商手中 夺取高通本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 高通也承认 未来中国收入 营运业绩和现金流 可能会受到进一步影响 清空有史以来最大库存 特斯拉狂甩最热卖车型 网路媒体 美国中文网报道 中午 在一则报道称 特斯拉将取消 推出低成本车型 Model 2的计划后 该公司股价继续下跌 此外 特斯拉正在大幅下调 其最畅销车型 Model Y的价格 以清空有史以来最大的库存 路透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 特斯拉已取消了 开发低成本汽车的计划 预计这款汽车的售价 仅为2.5万元 报道称 特斯拉将继续专注于 开发自动驾驶机器人出租车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Elon Musk迅速驳斥了这则报道 并斥责路透社撒谎 但未提供更多细节 而在另一篇帖子中 一名投资者猜测 特斯拉正在将更多资源 投入机器人出租车后 他以一个眼睛的表情符号 作为回复 此举正值人们担心 特斯拉利润率恶化 以及来自中国低成本汽车制造商的 竞争加剧之际 特斯拉周五股价一度下跌6% 使其一周以来的跌幅 扩大至8%左右 另一方面 特斯拉在库存方面也爆出坏消息 彭博社周五报道称 特斯拉正在剪辑库存中的 Model Y运动型多用图车 SUV 这是他们最热销的车型 其中 Model Y后轮驱动版降价4600元 远程和高性能版Model Y至少有5000元的折扣 特斯拉大幅降价之前 第一季度的汽车产量比交付量多了46561辆 库存中的汽车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虽然该公司将销量下降的部分原因 归咎于其加州 专题 工厂改为生产升级版的Model三轿车 以及德国工厂的关闭 但一些分析师并不买账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布林克曼 Ryan Brinkman 在周二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特斯拉在一季度生产和销售的汽车数量之间的差异 打破了第一季度 交付多少是受供应限制 而不是受需求限制的观念 他对特斯拉的股票 给予了相当于卖出的评级 布林克曼将该股目标价 从130元下调至115元 并下调了第一季度营收和每股收益预期 他现在预计特斯拉将报告13亿元的自由现金流出 而不是超过3亿元的流入 因为成品库存预计将创纪录的增加 今年以来 特斯拉的股价下跌了31% 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中排名倒数第二 这家最好 股市开户分批买入大盘股指基金 纽约地震震中 毗邻川普俱乐部盟友格林发惊人言论 网络媒体 美国中文网报道 美东时间周五早10点23分左右 东北部地区发生了自1884年以来 最严重的一场地震 震级一度达到4.8级 有意思的是 本次地震震中和川普的一处 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非常接近 另外 国会众议员马乔里 泰勒 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 也对本次地震发表了惊人言论 震中位于纽约市 以西约50英里的新泽西州黎巴嫩 Google地图显示 这个地方离川普在新泽西州 贝德明斯特市 Badminster的高尔夫俱乐部 仅有大约9英里左右的距离 大概是10分钟的车程 一名俱乐部成员表示 地面震动得很厉害 川普集团的发言人表示 俱乐部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但拒绝进一步置评 毫不意外 川普高尔夫俱乐部 靠近震中的消息 在网友间引发了广泛讨论 Lawfer的法庭记者鲍尔 Anna Bauer 在X上发帖称 等等 所以你告诉我 纽约市地震的震中市 贝德明斯特的川普国家 高尔夫俱乐部 他后来打趣道 还有什么新闻是 这个男人不沾边的吗 虽然地震发生时 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庄园 但尚不清楚 他的其他家庭成员 是否在震中附近的 这家高尔夫俱乐部 此外 共和党籍国会议员 马乔里 泰勒 格林在地震发生后没多久 就表示 地震和即将到来的日全时 是上帝发出的强烈信号 表明美国需要悔改 他在X上发帖写道 上帝正通过地震 日时等强烈信号 警示美国应当悔改 我祈祷我们的国家 能够听从这些警示 格林已经常发表阴谋论而知名 例如 他曾经称 加州野火是由一个强大的犹太家族控制的太空激光器引起的 他还支持川普关于2020选举被窃取的虚假说法 中国拼球手一家入籍日本 传回四川祭祖被拒 网络媒体 清明时节雨纷纷 日拼张本回家祭祖被拒绝 据了解 入籍日本专题的张本一家没有回四川祭祖 而是举家准备飞往中国澳门 网传说四川老乡抵制和鸿感张本一家 不让回乡祭祖 据说 四川老乡说 谁是你祖先 四川是你老家 你为日本而战吧 实际上从张本宇带领张本智和张本美和加入日拼开始 就以战胜国拼为己任 在公开场合为了表忠心 张本智和更是表示 放弃中国国籍 是我自己的梦想 我想为日本而战 这样的言论 无疑伤害了同是四川老乡的人 人格有志可以理解 然而数典忘祖就是人品问题了 加入日拼后 张本智和不止一次输了说汉语 赢了说日语 张本智和还表示 自己不是中国人 我渴望为日本而战 为日拼争光 作为这样一个人 回乡祭祖 如果你是四川爷爷奶奶 会接受这个孙子回乡吗 有球迷表示 你赢了说中文 输了说日文 你是怕日本老乡同意吗 还有球迷说 为什么要接受 我表哥也入了日本籍 我老爷是抗战老兵 说实在 别看是从小玩到大哥哥 我很反感他 因为不管国仇家恨 也不能去入日本国籍 所以族谱已经给他除名了 在日本媒体采访时 张本智和已经说了 自己是令和男 要为日本夺金争光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有一次张本智和赢了中国乒乓球队 赛后采访 张本智和说 赢了中国是他最高兴的 和中国队比赛 最让他兴奋 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 一定会打败中国 让日本队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那时候张本智和好像是十几岁 参加的少年赛 苏州仪健身团队鳄鱼爬视频上热搜 团长回应 网络媒体 4月5日 苏州仪健身团队在公园练习鳄鱼爬的视频 登上热搜 上游电视剧新闻记者联系上了该团队的负责人 他表示鳄鱼爬已经坚持了三年 但只是团队的一个健身小项目 每天练习两次 每次控制在50秒左右 并非网友们想象的会练很长时间 目前也对动作进行了改良 对腰椎有一定好处 医学专家提醒 患有关节炎 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甚做这类力量型运动 团队有80多人 最大年龄71岁 一群人戴上手套 四肢着地 像鳄鱼一样慢慢往前爬行 随着音乐响起 动作整齐滑一 喊起口号 呼 哈 左手呼右手哈 近日 这段在苏州张家港 香山景区内的鳄鱼爬视频 在网上被热议并登上热搜 有骨科专家对媒体表示 鳄鱼爬坏处多于好处 这种方式提供了一定强度的运动 但其有可能导致上肢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 鳄鱼爬对肌肉力量 耐力 关节稳定性等方面练习较少 建议结合其他运动一起做 5日 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上了视频中鳄鱼健身团的团长朱先生 他今年55岁 在苏州经营企业 也是一位健身爱好者 从2021年8月开始尝试这项运动 随着参与人数增多 朱先生成立了苏州张家港鳄鱼健身团 如今已达到80人左右的规模 平时坚持参与爬山的大概三四十人 我们会在山上锻炼一个小时 项目很多 像俯卧撑 单杠 双杠 和健负轮都有 鳄鱼爬只是其中一个小项目 并不是像网友想的那样一直爬 我们每天也就做两次 每次大概也就是50秒到一分钟 然后会休息几分钟 上游新闻记者看到 鳄鱼健身团最火的一个视频 获得了上百万的点赞量和上千万浏览量 浙江 湖南等地也出现了类似健身团体 因为鳄鱼爬动作比较特殊 质疑也随之而来 在当地常有人来围观或取经 在视频评论区偶尔有人表示不解 人进化了多少万年才学会直立行走 爬行不就到退回去了吗 也有人质疑 这个真的能锻炼身体 对此 朱先生表示 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们做好自己 强身健体 朱先生介绍 目前团队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1岁 最小的是90后 80%有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每天早上6点15分开始锻炼 因为大家都有事做 并不是没事干 那个71岁的老大哥还在创业 开了两个场 专家提醒 这些人不适合鳄鱼爬 5日 朱先生看到鳄鱼爬登上了热搜 我们也咨询过骨科医生 他认为这个动作对腰椎肩盘突出是有好处的 而且我们健身团队中也有外科医生 如果没有效果 我们也不会坚持三年 2022年8月 朱先生还参与录制了央视职场健康课节目 对于鳄鱼爬这个动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陈欣认为 从骨科角度看风险性并不大 类似一个动态的俯卧撑或者平板支撑动作 跟游泳一样是平着 对脊柱 追肩盘的硬力是减小的 对增强核心力量和关节稳定性是有帮助的 但有陈旧性肩关节退行性病变 肩秀损伤 下肢关节炎的老年人 还是不建议做这个动作 据吉木新闻报道 武汉市第四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许德龙认为 四肢趴地的鳄鱼爬其实类似于动态板四点支撑 可以锻炼核心力量 有助于腰椎的稳定性 相较于直立训练 可以减轻腰椎的负担 如果腰椎出现问题 适当的爬行对于腰椎的恢复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是该运动对于体力要求比较高 髋关节动作比较大 老年人体重偏大 腕关节 髋关节有问题的人群都不太适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新内科主任医师徐顺林认为 对于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动漫硬化 做过心脏支架的慢性病病人 做这个动作会让血压升高 胸压和负压也会给心脏带来很大压力 所以并不建议做 因为鳄鱼爬 对没有一定锻炼基础的中老年人来说 存在一定难度 近期朱先生也对动作进行了改进 在鳄鱼爬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望月爬 标准的鳄鱼爬是练核心 练力量 望月爬缓解腰椎 颈椎效果是比较好的 比如现在我们两次爬行锻炼中 就会练习一次标准爬 一次望月爬 物价飞涨 美国最大的一元店连锁倒闭 轻仓甩卖 网络媒体 据KTLA4月4日报道 99美分商店宣布 所有门店都将关闭 该公司成立于1982年 在加州 德州 亚利桑那州 和内华达州 经营着371家门店 周四 该公司正式宣布了关闭门店的计划 理由是新冠疫情带来的财务困难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和通货膨胀的加剧 临时首席执行官 Mike Samansic表示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 并不是我们预期或希望达到的结果 不幸的是 过去几年零售行业中出现了重大而持久的挑战 包括新冠疫情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影响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持续的通胀压力和其他宏观经济逆风 所有这些都极大的阻碍了公司的运营能力 这家受欢迎的折扣店 以价格合理的各类商品闻名 包括家庭用品 新鲜食品 零食 办公用品 健康和美容产品 派对用品等等 该公司拥有约1.4万名员工 并表示已与Filco Global达成协议 将清算其所有商品 并处理店内的某些摆设 固定装置和设备 该公司表示 99美分商店与财务和法律顾问一起 对所有可用的 可靠的替代方案进行了全面分析 经过几个月的分析 公司最终确定有序的币店是必要的 也是99美分商店资产价值最大化的最佳方式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1982年 戴夫格尔德 David Gold 在洛杉矶创立了99三宗里 开创了单一价格零售概念 在那个时代 一元店被视为主要出售垃圾或不受欢迎的商品的地方 然而 戈尔德的目标是让他的商店与此相反 他希望商店能以日常价格为顾客提供高质量 实用的产品 在公司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们出售的商品一直是99美分 据报道 直到2008年 由于通货膨胀 最低工资提高和食品价格上涨 价格才被迫发生改变 2011年 该公司以16亿美元的价格 被私募股权公司Aries Management 和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收购 该公司尚未宣布正式的关店日期 清仓销售将于4月5日周五开始 这家在上一次最严重的通胀时期 创办廉价超市 曾经是底层人民的福音 但是在这一轮的通货膨胀中 没能挺下去 该公司的临时CEO迈克·西蒙西奇 Mike Samansic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 不是我们预期或希望实现的结果 不幸的是 过去几年零售环境面临重大而持久的挑战 包括新冠肺炎 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影响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萎缩程度加剧 持续的通胀压力 和其他宏观经济逆风 所有这些都对零售业造成了影响 严重阻碍了公司的经营能力 该公司拥有约14000名员工 表示 以与Filco Lobo达成协议 将清算其所有商品 并处置商店中的某些家具 固定装置和设备 该公司在声明中说 99 cents only stores 与其财务和法律顾问一起 对所有可用且可靠的替代方案 进行了广泛分析 以确定能够让业务继续下去的解决方案 经过几个月的积极寻求这些替代方案 公司最终确定 有序关闭是必要的 也是实现99 cents only stores 资产价值最大化的最佳方式 99 cents only 是于1982年 由David Gold在洛杉矶创立 当时刚从二战后 最严重的通胀阴霾中恢复过来 99 cents only的出现 给了底层民众一个很好的选择 和传统的一元店不同 99 cents only能够以99美分的价格 销售屋内价廉的日用品 除了日用品外 还有许多生鲜食品也是99美分 一直持续到2008年 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 和食品价格成本上升 其商品价格开始改变 有的是1.99美元 最贵的也有5.99美元 不过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廉价超市 而这一轮拜登领导下的通货膨胀 这是自1980年以来 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99 cents only最终没能挺过去 因为已经没有商品的成本价 低于1美元了 更别说零售价 从今天4月5日开始 各家的99 cents only门店 都开始清仓销售 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去附近的99 cents only简陋 临时CEO西蒙希奇表示 我们深深感谢数十年来 共同支持99 cents only stores的 敬业员工 客户 合作伙伴和社区 巨石强森公开忏悔 四年前不应该支持拜登的 网络媒体 好莱坞知名演员巨石强森 最近在接受采访时 2020年公开支持拜登 专题造成了美国社会 如今的分裂 拜登带来的觉醒和取消文化 让他感到苦恼 如今不会再支持拜登 并不排除未来自己参选美国总统 强森在接受福克斯之友 节目采访时表示忏悔 他说 几年前我对拜登的支持 是当时我认为做出最好的决定 但我现在意识到 在这次选举中我不能那样做 我的目标是让这个国家团结起来 我会守住自己的政治观点 这是我和投票箱之间的事情 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 我并相信所有的政客 但我相信美国人民 无论他们投票给谁 他都是我的总统 我100%支持他 强森谈到自己的影响力 因为四年前他就是用自己的影响力 帮助拜登和哈里斯竞选的 当时在选举前四天 他发了一个视频 充满了对拜登和哈里斯的崇拜 他在视频中说 我一生中从未公开支持过 总统候选人或副总统候选人 你们俩拜登和贺锦丽 都有丰富的领导经验 你们都做了伟大的事情 瞧 你拥有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生涯 你以如此伟大的同情心 心灵 动力和灵魂领导 卡玛拉 哈里斯 你曾担任过地区检察官 州检察官 美国参议员 你很聪明 也很坚强 我在那些听证会上见过你 他说 强森还说 拜登和哈里斯是领导我们国家的最佳选择 然而四年过去 强森终于醒悟了 他并不认可拜登的觉醒和取消文化 所谓的觉醒 就是让某个族裔觉醒起来发动斗争 比如打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旗号 不断将罪犯放出监狱 让街上充满了犯罪 比如BLM 政客不断挑动种族情绪 导致社会动乱 而取消文化就是取消警察 前面的觉醒让街上充斥着犯罪 后面的取消文化限制警察执法 让犯罪分子无法无天 比如洛杉矶专题经常发生的零原购 比如加州专题臭名昭著的47号法案 强森曾经公开说 自己这些所谓的文化很苦恼 如今强森表示自己的影响力很大 他不会再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 以免造成分裂 今年还要再做一次视频吗 主持人问 强森回答说 不会了 华人血汗 奢侈品阿玛尼压榨劳工被查 网络媒体 今天5日 阿玛尼集团旗下的运营公司 因涉嫌利用华人专题工厂剥削劳工 被米兰法院下令执行预防性司法管理 综合意大利晚邮报 24小时太阳报报道 阿玛尼是享誉全球的意大利时尚品牌 然而 在精美的意大利制造背后 却存在着华人劳工被剥削的身影 并且 该集团旗下的阿玛尼运营公司 对此知情 今年2月 米兰宪兵对当地一家华人皮具工厂进行检查时 注意到一名阿玛尼运营公司的员工也在现场 该员工自称是成品质量检验员 他当时正在核实用于制作手袋的胶水类型 是否耐日光 他称自己每个月都会来工厂进行一次质量检查 并且已持续了半年 该员工强调自己只负责质检 不负责核实华人工厂的专业资质 并且也不清楚阿玛尼公司是否进行过此类核实 米兰法院指出 这种情况令人相当不安 法官认为 阿玛尼运营公司从未实际检查过生产链 没有验证与之签订供应合同的公司的真实运营能力 及实际生产方式 尽管阿玛尼公司知晓其供应商进行订单外包 却未主动采取行动检查验证 调查人员发现 阿玛尼运营公司将2024年包带和配饰系列的 部分生产委托给第三方供应商 而供应商仅是名义上具备足够的生产能力 并把订单外包给华人工厂以保持竞争力 华人工厂则利用非法劳工降低成本 包括劳工薪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降低安全成本 拆除设备以加快生产速度 减少员工社保费用及个税缴纳 员工居住环境简陋 员工缺少合法假期 医疗检查 安全培训等等 有工人称其劳动合同是每天工作4个小时 但实际工作时间是10个小时 而调查人员在工厂里发现的考勤表 也证实了这些说法 法官指出 阿玛尼运营公司仅曾对米兰一家 被委托生产皮包和腰带的公司 进行了唯一一次审计 但审计报告却没有记录重要信息 即受委托方没有生产能力 而后者将订单外包 法官指出一些时尚大牌所标榜的道德准则 即管理模式或可持续性认证毫无意义 因为公司希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 获取最大利润 从而默许建立一个基于劳动力剥削的生产体系 通过这种方式 公司能够以低于竞争门槛的价格 生产数十万件产品 挤压竞争对手生存空间 如此以来 市面上一个售价约为1800欧元的包 在华人工厂的出厂价格仅为93欧元 法官还强调 这并非偶发事件 而是至少自2017年起就一直在重演 据报道 米兰警方自去年12月以来 对四家生产时尚用品的华人工厂进行了检查 均发现违规问题 包括雇佣黑工或非法移民专题 事实上 米兰法院在今年1月17日 曾对另一家存在同样问题的 时尚公司马丁尼 Alvero Martini 实施司法管理 目前来看 这或许意味着 司法部门正针对时尚行业 展开系统性调查 今天 米兰法院对阿玛尼运营公司 采取预防性措施 指派顾问介入公司管理 为期一年 阿玛尼集团随后发声明称 公司一直采取检查和预防措施 以最大程度的减少供应链中的非法行为 公司将与有关机构最大程度透明合作 以澄清在此次事件中的立场 阿玛尼是意大利奢侈品牌 由乔治 阿玛尼在1975年创立于米兰 经营成衣 鞋铝 包带等时尚用品 2022财年收入高达23.5亿欧元 纽约法拉盛 在线夺车大道 外卖狼摩托车险遭偷 网络媒体 据《世界日报》报道 在皇后区法拉盛的罗斯福大道上 Rosevelt Avenue 5日中午再次发生一起 西语一青年 抢夺外卖狼送餐摩托车的事件 据受害人杨先生描述 在他看手机的瞬间 一名西语一男子 趁机快速抢走了摩托车上的钥匙 企图又使他下车追赶 而另外两名同伙 则准备偷走摩托车 幸亏杨先生反应敏捷 选择守在摩托车旁 而未上当受骗 使得这伙人未能成功 警方随后赶到现场 对此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 此前 东北皇后区外卖狼摩托车频繁被盗 多数案件发生在白天 超过20名华人 专题外卖狼曾在法拉盛四十路公园集会 要求警方关注摩托车被盗情况 提高出警效率和加强巡逻 尽管如此 问题依然严重 几乎每位外卖员都遭遇过车钥匙 车辆和餐品被偷 为此造成财产损失 外卖狼杨先生回忆道 当时他正在摩托车上查看手机 突然一名男子出现 抢走了插在摩托车上的钥匙 并开始逃跑 他们共有三人 配合默契的作案 其中一人抢走我的车钥匙后 便开始逃窜 试图吸引我追赶 杨先生追了一小段后 注意到另外两名男子靠近他的摩托车 他立即返回 及时保护了自己的摩托车 由于这三名西班牙裔男子的 倒车计划未能成功 其中一人还用塑料棒击打了他的背部 然后三名窃贼一起向缅接方向逃离 随后 杨先生的朋友于先生 赶到现场协助报警 警方及时赶到 带着杨先生在法拉盛周边巡逻了一圈 希望找到涉嫌偷车的三名西语裔男子 然而 搜寻一圈后并无果 警方承诺会重视此案 进行深入调查 余先生指出 法拉盛附近频繁发生抢夺摩托车事件 确实很危险 之前还听说有外卖狼与窃贼发生争执被打 他建议 为了安全考虑 每辆外卖狼的摩托车都应装备定位追踪器 一旦遭遇盗窃 可以立即让警方介入处理 避免个人受伤或陷入危险 目击者乔小姐表示 偷外卖原摩托车抢车钥匙的事件已经司空见惯 认为由于犯罪成本过低 社区的偷盗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警方出动并不会对治安状况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即便抓到了窃贼 如果对他们的处罚不够严厉 他们被释放回社会后仍可能选择继续犯罪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